加勒福会员店遭遇二选一 开业当天被供应商断货 发文怒斥对手 加勒福正式加入会员店赛道 然而 开业首日却遭遇了部分供应商集体撤离的尴尬 这些供应商大量买回自己的货品 目的就是断供加勒福会员店 这是加勒福首家会员店 由加勒福上海浦东城山路店改造而来 于10月22日正式开业 报道期内加勒福中国评估增值摊销 影响净利润6.40亿元 入不考虑该部分的影响2020年加勒福中国净利润 为亏损1.55亿元 沃尔玛中国总裁及CEO朱小敬曾扣入 将尝试在一二线城市新建 或将部分具备条件的沃尔玛大卖场 改造为山姆城市中心店